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们常常看到有某些人 在某个领域得到了特殊成就之后 媒体或者是各方面的人 都会用一个世家 来夹在他的那个成就的后面 比如说文学、艺术或者是等等等 甚至于是军事上面的一些抬头 他认为说是塑香门第或者是什么什么的 来形容他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些所谓的世家跟门第 都是一种局限 这种局限是限制了他个人的努力 仿佛他个人的努力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的遗传因子而已 他并不是他个人因为他自己的特别的努力力争上游 而我下面要讲的故事就是一个在这边真实发生的故事 在我们这村子里面 有一户人家 有四个子女 三个男的一个女的 这三个男的跟这一个女的都是从小非常用功读书 然后非常会考试 初中的时候男的读二中 女的读四女 高中的时候男的读高雄中学 女的读高雄女中 都是一流的学校 再来他们当年就考取大学 然后都读了国立大学 那之后他们可能有更高的学历 我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他们都已经 到读了大学之后 大家都离开这个村子了 后面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们的我的印象里面 只知道她的妈妈 讲的那个很出声出气 大概是浙江沿海地方的人 她的爸爸大概是福州那一带的人 他讲的那个口音大约是这样 我的依稀印象是这样 因为他们是深入简出 平常都是埋头读书 不太跟别人来往 我们只知道这种所谓的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会读书 会考试的人 是被我们公认为说 他们是有出席 努力的一代人 的一辈人 这个就是应该他们就是 从此就进入美好的世界 我大概在去年 我参加一个我们这些 童年玩伴的一个聚会的时候 结果经过一个邻居 他告诉我说 他提到这四个优秀的 这个跟我们同辈的人 他说他们四十多岁的时候 回到老家去探亲 发现到 到他们那个姓氏的村子去 没有这个村 因为他们四十多年来 他们都姓王 三横一宿王 结果到那边去 一打听之后 发现到那边没有姓王的 都是姓黄的 姓黄色的黄 姓黄的人家 结果再仔细下去去搜寻 原来他们家里姓黄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姓王 原因是因为 他的母亲 不失字 在登记户口的时候 人家 人家问他说 你姓什么 我姓王 人家讲说 那三横一宿王 他就点头 因此他们就一直姓王 那这个故事 以前我讲的时候 有的人说 不太可能吧 至少他父亲是一个军人 当鞭子 应该会失字吧 也应该会去更正吧 最后的谜底是 他父母都不失字 所以他们的孩子成就越高 当然这让我们也 就会去联想到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刚才讲的 他们非常会读书 非常会考试 可能他们早就在 除了军人以外 公务人员或者是教职里面 很高的阶层 甚至于他们可能 还到国外去深造过 他从小到 可能到退休了 他都用姓王这个姓 那他所有的证件 如果要改的话 那可是要 要费了非常大的功夫 那我就在想 我说 刚才讲过 万般皆下平 唯有读书高 还有讲到四家 他们不是四家之地 他们依然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 力争上游 同样的 高熙君教授 天下杂志 高熙君教授 以前的财政部长 王建轩 他们的父亲 高熙君教授的父亲 是一个低阶军官 王建轩的父亲 是一个士官 他们都不是靠 所谓的将门胡子出身 而是靠自己的努力 这样子的成就 才是让人家更加的尊敬 更加的佩服 这就是我跟各位 年轻朋友们一起分享说 好子不论 爷田地 好女不论 嫁妆奢 一切靠自己 另外一个就是 不要迷信你的血统 应该要迷信的是 你自己的努力 所谓 彭身麻中 不服而直 请各位青年朋友们 永远记得这个 力真上游 不要去顾及 你的先辈 是什么 无天而所生 才是你应该去做的 这是我今天 语重心长的 跟各位分享 谢谢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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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